甘孜 嗨 大家好 我是冒险链探长 今天呢我将和这个礼堂的更改呢 一起登上格涅神山 大家好 我是礼堂蛋糕人去到更改 接下来我和冒险的一探长 探寻格涅神山的秘境 那么这么神奇的地方 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那么跟着我一起去冒险吧 大家看这边的路名道真的很淳朴 从小小儿就会骑马 就是通往格涅神山的道路 这个道路上就是这幅景象 这里是冰增回家的路 也是那个网友们快乐老家的路 大家看这个路呢 以前呢是这土路 而且非常编拖 现在呢正在越来越 往好的这个方向去秀 曾经的礼堂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城 但今天的礼堂 却成为了全国青年人旅游的向往地 礼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发展起来 它里面有一个三个三角形的一个山 叫嘎拉三兄弟 铁江三兄弟山峰 当地人叫恩嘎拉让奔丧 讲述了一段礼堂将人精神 代代相传的故事 有一块石头 这个像一个平台样 是铁江三兄弟的要打铁的地方 哇大家看在这个地方看着这个湖上一个星形 这是两个星的星间 这些地方都是那个去隔年神山必经之路啊 对 哇我一直以为那个隔年神山是一个孤独的山风 原来它是跟周围的七座山风连成一片的啊 对我们害怕六千二百四的隔年神山 才可能五千多啊 包括四千多都是七座山 七座山啊 对 这时候向导指引我看向一座小山 哇大家看这是一个 丁净的一个头像啊 丁净在往那看啊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啊 这一条路呢 第一往下走呢 你会看到更多精彩的风景 跟我马上去探索吧 走 现在呢 我们离这个隔年神越来越近了 现在到了这个隔年镇 先好了 现在我们下车来吃个面 是吧 这里海拔三千尺 三千尺 这边的这个饭馆 这么的这个有特色啊 感觉很接地气的样子 哇 大家看哦 这个面已经来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真的真好吃 真的好吃 棒极了 对对 来 来一下 先来吃一下啊 这个隔年老虎啊 哇 我知道了 是很出谋的 还有那个四川出谋 大家别忘了 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四川 诶 大家听到了吗 来来来 买菜 买水果 来来来 买菜 买水果 买菜 那个买菜买水果 是你的生意是吧 对 你是要吃那个夏泽通吗 等下去 等下去啊 你见过丁真吗 见是见过 夏泽通的人 就吃了你的这个蔬菜是吧 是吧 哈哈哈 觉得这老板都不好意思了 对啊 谢谢啊 哈哈哈 我一说夏泽通是不是 都吃了你的蔬菜 然后呢 他吓得 吓得 声化网友们一说 哎呀我们第一个不可能都吃你的 哈哈哈 看他们这边啊 都是自住的呢 买东西 就是 是不是你们这边 都流行将自住买东西 老板已经把我们的家人住了 大家看啊 这就是龙搭 龙搭是什么啊 龙搭就是 在这个藏族同胞 祈福用的一种 对 就是五彩 这道具呢 把它撒到天空上 是 安德勒是用五彩的那些 纸上面 是啊 这也是五彩吧 对 五彩 颜色少点啊 少一点啊 但是已经有绿色黄色红色了 对 为什么白色多呢 是因为白色在空中最明显 这个藏区叫风马骑 也叫风马骑嘛 也叫风马 风马的话 飘撒在那个蓝天白云下的话 对对对 就无人睡到哪里 就是一方都会得到 富有天的意思 撒龙搭是会要念什么口诀吗 啊 啊 不用 就这样 龙搭有点少啊 我们再买点了 他好像一碟一块钱 那个图案叫做黄财神 他说的哪些老鼠 藏区呢 财神的这个图案啊 从这 这个桥头到这个 你看 全都是他的房子 就是他的房子 哇 这边的这个隐形的不好很多啊 接下来 雷天长要赶往夏泽通村 曾经这里是土路 当地村民出行困难 现在已经成为了柏油路 但依然能体会到山路崎岖 过去呢 这个地方是土路 现在呢 礼堂呢 开始富裕起来了 所以说呢 路也越修越好 这就是蛋糕店自设的观景台 特别美 是吧 蛋糕店自设的观景台啊 这时 一座美丽的小山村 出现在山谷中 周围被鲜艳的野花包围着 这是王有美快乐老家夏泽通 阿贝 阿贝 格念雪山 俏着神山 卡麦隆雪山 大家看啊 我手指的方向那条区区盘旋的路 在那一块呢 就是夏泽通 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你了解吗 当然了解 哎 说一说 这里叫泽通 泽通 泽通对 韩语的话就要现在叫夏泽通 夏泽通 这就是丁真的家乡 丁真的家乡 对丁真的家乡 我们以前看到丁真的家乡 都是那种 讲那个冬天里的啊 现在我第一次看到 原来是丁真的家乡 周围是百花盛开的 这都是花啊 在一片花海当中 一个小村子神秘的想象 常常说 从就是 那个 格念雪山那里 龙 龙 飞过了 就沉睡在那里了 然后老百姓在他的那个 就是 沉睡的地方 遇见了很多的马内石 这是老人传说的啊 对 哇 提提师傅呢 打的就叫乌朵啊 乌朵呢 是当地 这个游牧的时候呢 来驱赶 赶牛的 那种投尸器吧 把石头放在上面呢 再甩出去 马上要进入夏泽通村了 大家手无足道 兴高采烈 一路上能够看到已经建好的山景景素 还有温泉度假村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后这边呢就是可以住鸡蛋的温泉 墨下差不多有七八十度吧 七二十度呢 没有 还行还行 真的可以煮鸡蛋啊 哇 村里的人很聪明吧 这边水温可能有八十多度吧 然后这边是那个 水 特别冷 冰的 冰的 然后这边是热的 然后这样子结合在一起 这边就随时温的 可以泡脚呀 泡澡什么的 哇 这里的这个天然的温泉资源真的太丰富了 这个夏泽通的村民可以有不便的泡脚 而且他们有毛奴相伴 这边完全是没有被完全开发 所以大家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对 这里的被网友们俗信叫新冠大道 新冠大道 啊对 丁子就是从那边那个小卖部买方便面出来的 这是吧 丁子也这边拍得好 哇 是这样的一个楼 这里买了方便面出来呢 然后看我刚好波哥遇见他了 我看到 嗯 然后呢 你好 方便面就这样 微笑 就方便了全世界 对 对 你们好呀 从哪儿来的呀 从江湖 江苏 是看老龙虎寺 冷虎寺 对 对 她这个丁子老家怎么样 觉得 刚刚到 刚刚到 就很美 第一感觉呢 超美 世外桃源 还真是这样子 丁子老家呢 这个景色呢 特别的自然 而且就是在山谷中的一个 山水咬人是真的 对对对 行 谢谢了啊 拜拜 她是自身的 自身网友没有 自身网友没有 是吧 从哪里 从哪里来啊 我从湖北 湖北 然后一车 一人一车一丸 带她来 是吗 哇 这个 你目的是要见到丁建 还是要想见 我就想再来这里去感受一下 如果说 真正的让大家能够感受这个感知感受这个夏泽通这地方的美啊 才是可能就是真的真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啊 真真果然没骗我们 这个很美 大家都知道丁针骑马之后马都开始接客了 温顺的啊 你看他不让你摸他 我也得霸我硬上工业的摸 这边所有的马都是买的保险的 我上面是贴着的你看 哦 那保险为什么呀 就是万一摔倒了呀 我妈进到里发万一摔下了 所以都是同意这边 所有给每个妈买了安全保险 什么都有 看完汉子啊 啊对 可以可以可以 哇都是帅哥啊 哇都是这个耳环 是因为丁针之前不这么带是吧 现在都看丁针这样带了 都是绿松石的这种 现在你们村子是不是效益更好了 是啊 现在家里生活怎么样呀 生活还是可以 还可以啊 你们家有马吗 牛之类的 牛们的有马 哦 小朋友们 来招个手 你们平时做什么呀 送我们一些游客 啊 做游客 哦 服游客啊 可以可以 带游客干什么去玩是吧 对 每天能赚多少呢 带游客出去赚多少 三四百吧 三四百啊 哎不错呢 可以了可以了 给你收个大拇指啊 哈哈哈哈 哇 这地方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这就是夏泽通的中心地段啊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有 哎呦 您好 您好 哇 全是丁针的画啊 啊 大家看就是丁针的这个超市啊 不是丁针的超市 丁针在这买过东西超市啊 我进来看一看 你好 我没化妆 师兄 师兄 我帮你见过一个 你们是网友梅 都是网友梅 我是网友梅 我是这边的妈妈 我感觉你们很享受这边的生活啊 我很喜欢 很喜欢啊 舍不得走了 舍不得走了 对对 为了真正而来 但是呢感觉这里也特别淳朴 特别淳朴 风景好人好 恭喜你能够感受到这么美好的自然风光 也有你的功劳 也有我的功劳 因为我觉得我当初刚开始跟真正认识的时候 可能最先是你和那叫什么东浩吧 是不是叫东浩 是东浩 对对对 你们的你们的那个什么 才让我们知道了真正包括他这个一切 对因为我们应该是最早拍丁针的 对是 然后也是丁针很很少的旅游剪 对对对 我觉得我这次来特别值得 对了还见到我了 对啊 没想到 刚刚趴着一看我说 好像有点不像 因为我是那个甘孜文旅大使 所以说我呢 可能甘孜我都会宣传宣传 这是全国唯一啊 对对 行行行 那你们玩好啊 好帅 我好帅啊 哎呦我好帅啊 好谢谢啊 谢谢啊 哇大家看到了啊 我们来到这个夏泽通的这个星光大道呢 那聊到了三个情况啊 我们采访了妈妈粉 也采访了当地人 当地小女孩呢 居然一天能赚400多 真的啊他自己说了 一天能赚400多 然后呢 妈妈粉呢 他们也是最早看了雷太长 跟丁针的节目 来到这个夏泽通 据统计 李唐在过去一年的旅游总收入 已经达到了1.52亿元 十一黄金周期间 李唐县接待游客 十三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次 带动贫困人口 六百四十户 两千九百二十九人 实现户均增收三千余元 要往隔夜之眼走了 我现在全程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啊 隔夜之眼的情况 这个路是啥样的啊 通常隔夜之眼的路 还挺崎岖的 其实这个路啊 我感觉挺危险的 不过已经 但是现在呢 稍微把它做得再好了一点 这就是土路啊 感觉车都没杀住啊 感觉都没测发 哇 现在连车掌呢 走在这个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啊 要前往隔夜之眼 不 这是湖还是隔夜之眼 这在旁边的隔夜之眼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这是隔夜之眼 这隔夜之眼的这边的美景啊 哇 这就是 隔夜之眼旁边的卡曼龙山 隔夜之眼到了 哎呀呀呀 哇 大家看这就是隔夜之眼啊 它其实是一个淡水湖 这个湖呢 因为呢 经常下雨之后呢 雨水呢 把它这个 挖地呢 就给灌满了 再这样呢 这个地方呢 越陷越深 周围呢 会有很多花来装饰 人们又经常呢 顺时针地绕着它走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湖啊 像这个大自然的一滴泪水一样 小火啊 啊 这个呢 隔夜之眼呢 它属于高山湖泊啊 海拔是 差不多三千九啊 其实我发现啊 在这里逃避活之前 这个好风景 没有人知道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来 怎么来啊 对或者 对 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 但是通过那个金针的世界 绝对 现在你看 应该要相当相当多 怎么 你要抱它 你要抱它吗 我不介意 不介意 那抱一下吧 抱一抱呀 抱一抱 来来 抱一抱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蛋糕人已经 完全变成蛋糕人了 走那给别人带来甜度 此刻 我们向着格涅神山进发 当地传说 这里是圣乐金刚的所在地 如果你虔诚而又善良 会有羊群出没 环绕在你周围 现在我们要到格涅神山那边 再想到底是坐不在那边坐 才走过去 走就需要一个小时啊 现在雷探长呢 将徒步呢 前往老棱古寺啊 看到这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 这些建筑吧 就是新棱古寺 这个路有点不好走啊 对 今天可惜没有马 哎呀 现在 雷探长呢 要往这个格涅雪山的里面走 去找这个棱古寺 来 看来 干塞的矿泉系 人士的矿泉系 哎呀 院长也来 想收下这边的矿泉水 哇 很干甜 哇太棒了啊 这真的是隔涅山上的矿泉水 讲讲李唐人以前是怎么生活的 以前的名副民宿 现在的特别的话 嗯 说实话发展 嗯 都发展了 好的话可以了解 医疗 生活的 有很大的暴力 但是啊 从这上的 他们就是说 名副民宿的话 现在 现在稍微有一点 时尚了吧 我们的祖先 需要一匹巨马 一 嗯 然后一只藏啊 藏啊 一匹列枪 就是他的生命 但是我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曾经也好 现在也好 对那个 金钱的欲望不这么大 真的很大 对 对 这个人数可容易满足 这样的 对 所以他的幸福感挺强的 哇 哇 这是什么 哦 我知道了 桑胜要桑那种的啊 你们吃吗 这个 尝了 我也尝一个啊 嗯 果然是 酸酸 酸酸的 哇 后面有摩托车耶 哈喽 Where from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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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啊 有没有摩托车耶 你喜欢吗 什么 什么 我说是 谢谢 谢谢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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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 你从Russia Russia 哦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 人到时候 body 非常美 大家看這個呢叫做嘎屋 老的棱谷寺 在这山腰上 有一种云端的感觉 我能冷 这个棱谷寺 我上面走 就到了棱谷寺了 对 棱谷寺 来 我们进棱谷寺里看一看 跟棱谷寺进去 哇 好黑啊 棱谷寺始建于1690年 由于隐居山林 道路崎岖 所以就把新的棱谷寺 建到了山脚下 老的棱谷寺 光线并不明亮 但却称托出一种 神秘古朴的气质 寺庙里色彩艳丽的 手绘堂卡 精美的雕塑 充分表现出 藏族手工艺的精妙绝伦 这是那个格鲁派的创始 它左右两个是它两个弟子 刚才有只松鼠 竟然在它这个弟子这个腿 好来好去的啊 就连柱子都是一整棵树干 雕刻而成 没什么任何机器 全都是用 人工用斧头把它那个 削得那么直那么高一看 好好地看它 那个都是那个 有那斧子削出来了 对 同时这个树还得要特别高大 一根木头做出来的 你看一看一看 那是人工做的 这个 冷骨寺完全是在深山 你说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古老的寺院 但是呢 我觉得太遥远了 很多人既不知道这儿 也许他们也未必能够 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都成了动物的乐园 有山上的山羊 就是和谐共处啊 你看 要把我手吃了是不是 哎呀 高高的山 地上有个牧人 雷哦的雷哦的雷哦的雷哦 看见他放弃的总生多长 雷哦的雷哦的雷哦的雷哦哦 老年人啊 哎呀 这些这些羊真是 把我手舔了 一大二重 哎呀 这次呢 跟这个藏族同胞的更改 一起突破呢 就是呢 国念神山 来到这个冷骨寺 同时呢 感受到来自这个甘孜的魅力 好多网友经常会说 我们撒这个龙达呢 是这个垃圾啊 制造垃圾 其实真不是的 它是一种很薄的纸片啊 啊 比较好的 好的龙达呢 据说是用那个糯米纸做的 或者说呢 它呢 是非常薄 只要一溅水 就会 啊 就会化的 甘孜 就是这么充满故事 它凝聚了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 也集结着藏族同胞的智慧结晶 思路古道 康藏匿境的甘孜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迁 今天 它正在把多彩的家园 呈现出来 以一个全新的面貌 迎接八方宾客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 看陌生的风景 然后 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 你会发现 最远的旅行 是从自己的身体 到自己的心 而甘孜 也许 就是直达你内心的 那个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